歡迎大家來到一百三十集動漫廢物 大家好 我是夏木輝 大家好 我是漫遊者 我是末日朗 大家好 我是冰姿 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也有說一些循例的事 如果大家想跟我們聊天就可以上MSN跟我們聊天 MSN是acrubbish at cuhkacs.org 幹嘛?我們不喜歡背負 睡覺合作 怎樣看著我 除了這裡 還有什麼想跟大家說 是的 在正題之前 這一兩個星期 也有很多人問關於GAP比賽的東西 是的 動漫廢物第一屆 至尊GAP王爭奪戰 很快就會有詳情公佈 是的 是真的 不是開玩笑 大家可以留一點點力 不用在M群那裡放了你的資料 準備好 準備好 開始比賽就行了 暫時也有少許資料透露 我們GAP比賽最終會在Rainbow Gala 2 即是12月28日 在狗展 會場裏面就做一個比賽的 其實每一隊參賽的人 你一個人也可以 幾個人組隊也可以 可以的 是的 認識也不限的 總之你用廣東話 你不要用閩南話 大家都不懂得聽 即是用廣東話去表達動漫的笑話 你RAP也可以 唱歌也可以 棟篤笑也可以 短編也可以 形態動作也可以 電影劇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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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至5分鐘的時間 每一隊在台上表演 最重要是夠好笑 要不然就要笑你了 當然要貼題那幾個東西 動漫相關的內容 其實報名方法也非常容易 其實就是E-mail到我們洞廢的E-mail address 剛才也說過了 就是acrubbish at cuhkacs.org 對 適合了 有沒有獎 沒有 很可惜 基本上的資料是這樣的 但我們遲些就會再報告 沒錯 再在留言板上跟大家說 多一點關於E-磚劑王的比賽勢質 好了 說了很多廢話 其實也不廢話 大家勇奕支持一下 我們今天說的就是一本很有趣的 說了130集 之前一直都有人說 為何經常都只是說港晚 日晚 其他地方不說 不如說一下美晚 我們就答應或者接受了大家的意見 就說日本和香港以外的東西 不過不是說美國漫畫 而是說韓國漫畫 這個作品比較特別就是原作韻人緣 作畫是梁慶一 他們就是在日本的新地 DX那裡連載 作為兩位韓國 即對日本來說是外籍的漫畫工作者 都能夠在日本的雜誌上登錄 即擔當連載這個工作 是當地人對他們的一種承認 而他們兩位合作的作品 新暗盟御史 就連 達有黑羊 和鄭尚鴻宴 也都是盛讚的 這兩位本身都其實不是新人 在韓國的漫畫界都接近了十年了 他們在之前有 例如地獄之島 愚者 這些作品 還有一本台灣都有代理出過的 就是《小魔神》 後來台灣譯了名叫《小魔神話戰記》 亦都是他們初期比較出名的作品 而在日本那方面 連載期間 他們本身負責作畫的梁慶一 就在韓國那邊 而原作編劇 有些日本人員會經常出差去日本 還有有時從事一些宣傳性的工作 因為其實日本那方面 都對他們這個作品幾乎 就算連漫畫業界裡面 都很多入漫作者是他們的粉絲 如果各位有去看他們那套作品 其實偶爾也會見他們跟日本漫畫家交流 甚至有人會和他們畫畫 嚇吞吞吞吞吞吞的 其實這本是我第二次看韓國漫畫 第一次看的就是金玩那本Hero 金玩那本Hero 真的很韓國的感覺 好像看韓劇一樣 連男主角都是很韓劇的樣子 但是這本《新暗行御史》 就是一個很日本少年漫畫的傳統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未看過的話 經過我們今晚講完之後 大家會覺得很棒 劇透了 應該去看 那就去看看 都不會特別難接觸的 值得看 因為它其實都是因應當地市場 因為好像麥仔所說 如果純粹是韓國國內出的漫畫 即是因應當地市場 以看開日晚的讀者來說 未必會完全接受那種風格 很多時候的劇情比較硬派一點 而《新暗行御史》本身這個名字 為何會叫《新暗行御史》呢 因為昨晚有看過的朋友 都有問我這個問題 因為本身《暗行御史》 其實是韓國古時的職位名稱 大概相等中國的陰差大臣 日本都有這些職位 《水戶皇門》 就是代替皇帝四處出巡 他們都有些當地的民間故事 換轉來說 如果中國的話 譬如是《新包青天》 跟舊的 根本沒有一套舊的 只不過是將一些民間傳說 改編 變成一個新的故事 因為《暗行御史》本身 都是韓國傳統戲曲的劇模 類似我們看《花青天》 所以漫畫版是用了新的 還有沒有套舊的 這個故事本身都是非常破格的 它是用一個架空了的 古代韓國的世界 除了一些韓國的文化 人民生活之外 還會滲入很多 例如魔法、魔獸等元素 所以大家可以當成一種 認識韓國的文化歷史之餘 都可以當成一種 少年冒險 都不是少年 是一種冒險漫畫去看 我又覺得這樣 這一本的確是 令到我自己 多了解一個韓國的 基本民間傳說的一些內容 雖然我不敢保證 運人員本身自己說的 就一定是事實 但是 他這本書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每一話 或者是個別章節完了之後 特意找一個 介紹的篇幅 去告訴你 這個人物 究竟原處 出處在哪裏 這裏可以令到你 多了些空間 去了解這個故事的 鏡頭 對韓國的文化 會多了一些了解 他呢 除了 說真的 我又覺得這套書 如果只看公仔 或者畫面 故事 只看故事 你不是很了解到韓國的文化 但他就是因為每個單元 或者每個章節後面 加了一篇 類似解說的 告訴你 我曾經 之前那個故事 某一個人物 是出自哪一個 以前韓國的古代故事 令到他吸引 原來這個人是這樣的 令到你對韓國的文化有興趣 而想知道多些韓國文化 我弟弟看完之後 其實是因為這樣去韓國走一轉 雖然他最後 因為本身這本作品的主角 文秀將軍 其實就是參考自一個韓國的歷史人物 是一位史實上的暗行御史 撲文秀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有一種投射去看 即是覺得自己真的在看一個 從歷史比較有淵源的故事 從而吸引到大家的具體 不如解釋一下 暗行御史就是什麼 暗行御史就是一個代替皇帝 因為本身御史有分兩種 一個就是普通的御史 即是擺明出來走的 包青天那種 著殺官服四懷去巡視 暗行御史就是類似現代所謂的密探 因為有時候貪官污吏 未必會這麼容易讓你們看到的罪行 暗行御史就是暗中去調查 以及有審判處決的權利 主角文秀將軍 就是他棄了將軍這個職位之後 就是去從事這個職業 我剛剛看 雖然你們剛才說這位暗行御史 很有日本的水戶王們 或者是剛才另外引用了 包青天的概念 我自己最初看的時候 就想起另一件事 敢以為 因為是特務 暗行御史 因為是暗行 但是水戶王們 大搖大擺 水戶王們也是暗行的 也是暗行的 每一集最後幾分鐘就拿過 暗期微服私訪記 那些是去玩和溝女 會有一個特務的感覺 所以這是我最初對新暗行御史的漫畫的印象 不過更有趣的是 他那些設計 是很古怪的 應該是在介乎於 韓國傳統語 準備被打開 被外國開國的一個階段 所以有西方的一些設計 有一些韓國傳統漢服的設計 而主角文秀是拿著兩碼槍的 他主要的武器是用槍的 雖然他整個故事大部分的人 都是用刀劍或者拳頭 但是特別設計的主角 就是比較奇怪 或者突出一些 他是用槍的 他比日本最游記的三藏更早是用槍的 但是這個故事 他本身一開始已經告訴你 當時他們稱 古代的類似韓國的國家叫聚神 其實這個國家已經是滅亡瓦解了 當時整個國家是處於一片混亂的 理論上任何的官式體制都會崩解了 地方官就沒有枉管 看看他們有沒有良心 怎樣去對待當地人民 但是文秀依然是 堅持自己做暗行御史的使命 去四周圍去拯救那些黎民百姓 但是當然他不可能靠一個人 這個傳統暗行御史的官職上面 他都有隨從 就是一位稱為山道 即是一個職位來的 是負責護衛 而另外一個職位就叫房子 是一種博人 類似秘書的職位來的 就是胡隱 三民小隊就是胡隱 一個醫療癌者 OK 都是這樣來的 只能說胡隱 有參考過歷史上的編制 這個故事其實是初期 頭六至八期 我覺得其實很散 有些相當單元的感覺 就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 和其中間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關聯 好像剛才小貝所說 就是康熙未復私訪記 現在就是民秀落爛私訪記 自己一個人因為落爛 所以到處走到不同的地方 主角通常都是這樣 是死神父身 他一去到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麻煩了 就出事了 我反而覺得 開頭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其實是 他藉了一些單元 去慢慢給你們這些新的讀者認識一下 究竟什麼是暗行如是 和讓你了解到暗行如是 背後的那個力量 力量來源 他可以拿著什麼 所以令到他可以有這樣的資格 或者有這樣的power 可以去懲罰這些惡人 如果一開始就入正題的故事 大家其實會覺得很消化不了 因為其實去到後段 他真的說回故事的正軌的時候 那個故事本身已經很複雜 所以如果一開始 你會覺得 嘩 說的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其實開頭有少許的介紹 就是習慣了人物的設定 我就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他是中途轉竅 我會覺得 他一開始只是想寫單元 他的形式也很遲 但是後來 這個很實際的 你韓國人去到日本 你銷子 他給你試 其實可能 大家都是試 未必說 我給你很多期 你試 看看反應 發現頭幾期的單元 才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通常都不會頂一個很長線的故事 我會認為是中途轉了 就是由一個單元變成一個長片的劇情故事 所以也都解釋到為什麼後期 有一些位置好像有一點點反駁 或者為什麼轉得這麼厲害 就是有一些一路畫一路 可能這樣 我自己看初 其實都不少讀者 是比較喜歡開頭的風格 因為開頭最多 都滲入了韓國的一些民間故事 或者傳統 文化上的演繹 那裡的資料性很豐富 而且可以在很多 每一話的後期 了解整個世界觀 甚至乎有些人認為 是了解韓國的歷史文化 至於之後 到差不多 他們覺得 可能成功 籠略到 或者吸引到他們的 觀眾群之後 正式開始這個故事 由開頭 文秀一個人冒險 之後就到 春香 他的山道 因為文秀一開始是一個人 去上路 他自己也很 說已經加入了山道 春香第一集已經出了場 還有一個預章 那個罪章 你可以不太需要特別 我猜罪章 其實就像小貝所說 將這條條 銷售出去 給日本那邊的試點 但是這個罪章 都令很多人 非常驚訝 覺得被他騙了 罪章的表達手法是不錯的 因為很多人當初看的時候 搞不清楚 誰是私人主角 一直以村內 那位想救媽媽的小朋友 最多氣氛 他身邊 那個女孩子 旅行的人 是的 然後大家看下去 覺得 好像 因為這個小女孩 一直期望 聽聞會有個暗行御史 會到處幫助平民百姓 剛好他身邊 有這個旅行的女子 他就一直投射 認為 這個應該是暗行御史 會幫助我們 誰知道原來是被人騙了 很金的 而且最初 文秀主角的樣子 太差了 很兇 很兇 好像那些 惡人 但又不是很兇 是小混混的 流螺夾如炳 流螺頭 好 所以其實這個開放是假的 你猜不到 有些瘋瘋的感覺 你才會有興致追他 如果你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 很傳統的一個故事 我就覺得 除了因為他是來老文化之外 這是對日本而言 對日本人而言是來老文化 但如果作為香港人 他用回傳統的日式少年媽媽的方式 去做一個開放的寫法 我就覺得我不用特別看他 他沒有什麼突破的 如果是這樣算的話 所以這個預章 是會很吸引到讀者的視線 因為其實在第一集的尾段 文秀都說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就是你為了要戰勝那些惡人 你要讓他更加卑鄙 其實他一直都有貫徹這種風格的文秀 因為本身文秀自己都是 惡疾前身或者詛咒那些 他的身手已經被以前推暴了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是要靠用這些計謀 完全是拋棄道德上的任何法規 而去做這個檢惡呈姦的工作 因為剛才梅朗篤有提及過 設計上文秀一開始說他身上的詛咒 令到他的身體精靈或者武術方面是沒有那麼高的 在這裏看到其實不像小貝剛剛所說的就是 去到中間變巧 其實他在頭幾個單元罪章裡面 已經講了很多是將來應該主線故事應該要講的東西 他慢慢帶出來的 但他為什麼會有呼吸器 為什麼會有慢慢滲一些他以前戰友的人滲到單元裡面 原來他一早想好將來的故事 我覺得不是臨時轉巧 一開始 我覺得是臨時轉巧 風格上是轉了 整個風格變了 他有想過呼吸器 有想過他的詛咒 有想過他的情人死了 不代表他會想到後面變了樂印 變了打怪 變了暗黑破壞神 Law of Wing 不代表他要這樣的表達手法 他可能說阿志太有令死人復活的伎倆 但不代表他要狂玩這件事 這個批判我們留待一會再詳細些去拆解一下他 我會覺得後面是失控 所以我會想說 他可能之前一直都鋪了一條主軸出來 就是他和阿志太之間的 他的意思就是文秀 文秀和阿志太之間的恩怨情仇 但最後怎樣可以令到大家覺得很厲害 他就用了一個law of the ring的模式去推進 所以跟前面會差很遠 感覺可能轉了風格是一個很強烈的改變 但我覺得他本身的主軸都想好了 但怎樣推出一些細節呢 他還未想好 亦都不排除他們兩條過江龍 去到日本的時候 可能都要遷就當地的讀者 或者是那邊負責任編輯的意見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在故事方面推進 他第一期的六話 其實都非常豐富 第一話就是文秀自己去頂我情間 跟著就是輪到春香他的山道的加入 他其實都是透過拯救春香被一位領主所拘禁的少女 從而之後 原來這個不只是被人禁錮的少女 原來本身也是一位武術高手 後來就招了他去成為他的護衛 有網友就忽疑或者是一個疑問 作為韓國人畫的漫畫 因為他是打進去小學館的連載 那其實還算不算是韓國漫畫呢 那要視乎你怎樣去界定 因為起碼梁慶一他都是一直在韓國那邊畫畫 然後再傳到日本那邊刊登 等於香港有超級市場 他有時候進了一些日本的魚生賣 難道那些就變成了香港的魚生 我自己就這樣去分類 創作上和他的故事 兩位作者都是韓國人 有別於其他合作性質的 除非他兩個都進了日本籍 那就可能會另計 你兩個韓國人拿一些韓國本土的題材 畫一本漫畫出來 為什麼不是韓國漫畫呢 他不可以因為在日本推就變成日本漫畫 會不會因為風格上 如果你在說像最近的電影圈那樣 中國導演中國演員中國劇本拍中國東西 但在荷里活出資 那都是荷里活片來的 會不會就是因為馬尾姐所說的 比較日式少年風的故事 或者是作畫風格 所以令人錯覺 因為很多人就算在看的時候 都沒有遺意 很多人是不留意作者是誰 真的以為是日漫 看一半的時候 那他的地域又是架空的地方 又不是真的招先 不要緊 一直看下去 他的舞台都會跳出更大的範圍 這個是之後講 第一位同伴春香加入之後 大家期待 第三位同伴黃子會是什麼角色呢 可惜令大家非常失望 雖然他自稱是一位大魔法師 又懂得召喚術 但是他的功能有點像動廢 就是搞GED的 你適合參加動廢的GED王大賽 他有點天然呆 然後這個故事 有很多個單元 除了這兩位所謂文獸的身旁同伴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很複雜的關係 因為他現在想著一個人 要找回他的仇人 阿志泰出來 亦都是關乎到 為何滅亡 這就是一直支撐著整個故事的主軸 但是中間發生了很多故事 開頭其中一個比較令人深刻 亦都是和主軸有關的 就是一個叫曼陀羅華 那一篇 他們三位經過一個海岸 看到一位飄到岸上的青年 告訴文獸 我島上發生了一些事 有死人復活 令文獸以為 難道是和他要找的仇人阿志泰有關 他們三位去了看 發生了什麼一回事 其實那個故事都很震撼 因為其實他過程之中 遇到在這段故事裏面 再解構多一點 這個漫畫上的設定 會有一些類似魔法的力量 還有會有死人復活 這些之前故事未會講到 令到世界觀再闊少少 而在過程之中 雖然那位能令死人復活的 柳爾泰醫師 不是文獸要找仇人 但基本上的設定 都屬於阿志泰那種魔物類型的生物 故事一直發展下去 其實我不太想再逐個逐個小章節去講 因為這些一來可以留給聽眾 慢慢去賞味 在每一個小蛋園裡面 但是其實整個報紙去到後面 就已經是 終於有一個很複雜的背景關係 他那段往事 即是文獸昏迷的那段回憶 包括他回憶自己 為何這個最佳的國家會毀滅 他和阿志泰之間的關係 阿志泰是一個什麼的人 都是一個很有趣的推演 只是在解謎 即將這件事解謎 我都覺得他應該說 那個想法相當不錯 雖然他解謎的手法不是完全很好 因為有時候看得好像都看不明白 但是透過回憶 因為文獸回憶 或者昏迷去想回自己最美好的時光 有很多舊的事件再走出來 這裏是一個挺有趣的 即將中間所有的事情說出來 講起阿志泰這個人 其實當初他的出場很特別 當文獸自己發夢的時候 和阿志泰第一次相遇的過程 當時的阿志泰只是一個文藥書生 即是準備去考官員選拔史 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 很難聯想到這個人 是可以另一個國家滅亡的 之後就發展到熔老的故事 文獸亦遇到很多他以前的部下 袁術、袁曉、月巴掃 在這裏開始大量鋪 都押排出剛才所說的 當初的部落那些伏線 開始不斷地去解謎 令大家了解更詳細的故事 亦都令大家知道 阿志泰是一個什麼人 因為那一集也是很 阿志泰又轉了形象 讓他出場後大家都不知道 還有比較多的動作場面 因為我自己的最深刻 就是文獸來了熔老這個城 第一次看到月巴掃 就跟他來了一場槍戰 是之前其他幾個故事 因為之前一路說 其實他們都是對樓盧 山茶惡黨 但是那一段 我就覺得很有電影感 這兩個舊相識 一見面大家又說又笑 好久沒見我張軍 你轉了髮型 下一格經驗是講兩個拔槍 互射 而剛好大家也是隔開對方的招 一開始經驗是埋牙 那這個動作場面來說 我是比較少在其他日曼 小貝應該即時就有回應 C.T.Hunter也有 米克第一時間看到 第一次回到日本 看到阿猛波的時候 就是這樣 太耐霧這些 在笑幾句 十幾二十年 然後就拔槍就射 如果你十幾二十年沒有這樣 那梁慶一和尹仁瑜不是第一個 只是說他找回很久沒有人用那個 那個處理方法也不錯 而且不只是這槍 我也可以告訴你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最近的復仇鬼就是這樣 也有這一幕 一見面就罵兩聲 但又不是槍戰 所以不一定的 之後還有文秀的另一個部下 袁淑 這個其實往後都擔當幾重劇情的人物 描述袁淑 就是當日的一位劍士 全聚神之中最高強 另外還有一位魔法師 袁淑 其實他們幾位舊部下出場 也代表了 暗行御史 這個世界上他們容許 所用的力量層次 招數那些 所以到那一刻大家就開始了解到 這個不是一個純粹普通的古裝冒險故事 開始令人覺得 可以接受一些更新穎的idea 然後會有原曉的召喚魔法 還有阿智泰出場 所用的招數 但有部份人也在這一刻 開始就覺得不應接受 跟他們當初看的風格有些偏離 去到後面很奇怪 我喜歡他解謎那一段 但我不喜歡他解謎後來一場轟烈的戰 那一段就太誇張了 不過幸好他之前已經有一段很誇張 就是對快墮天 絕對最深 我回憶到他仍在大將軍那一段的戰役 對快墮天那一戰都是相當之 但他那一戰都仍然有很多人和魔的鬥 人和魔獸也是 但到了之後那一段 我覺得古靈精怪 以前好像曾經出現過的人 被插上一碟炎 一次過一起去打壓姿態 我覺得這樣看法不太舒服 最後的風格 整個氣氛完全不同了 因為你一個人的魅力 暗行與史 文秀一個人的魅力 就可以令到 你曾經幫過他的國家 然後再加上應該是英國 他又派兵一起幫你打一群魔物 是不是很搞笑呢 就是那個世界的框架突然間 令到你覺得好像很不踏實 自己我明明不知道 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在看 基本上是他曾經接觸過的所有勢力的人 都在一起 就是全部 在之前那麼多的故事 或者那麼多本書裡面 他接觸過和他相處過的勢力的人 無論最初相處的時候 那個結果是好還是不好 最後都走來幫他 這一點有點牽強 好像為了打罪中大佬 所以就把所有人集合在一起 這樣就 你可以說接受不了 但我覺得也都 起碼他當時 一直以來做那麼多事情 你當他是做好事 他或者其實只是履行職責 但受過恩惠的人 是會回報他 我覺得他是想表達這個 還有是 阿智太這個人 實在是在書裡面描述得太強大 你沒有那麼多人 是不可能鬥 以前可以靠一些小詭計 或者山道防止這些出來 或者偶爾出兩招 就能幫手倒手解決得到 所以就錯了 摩戒那件事 摩戒最後決戰那幕 不用這樣 阿智太原本是 因為應證就是他最初設定出來 已經太過誇張了 其實他有起死回生之術 我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如果只是一個技能的話 但是原來你是 念力可以令到整個人爆炸 那是無敵的 他亡人一眼你就爆炸 那是不能打的 其實 所以要靠那麼多人 犧牲去戰屍底 其實故事我們都講了很多 那其實 其他細節的東西 不如讀者自己慢慢去看 如果他們講大 他們沒有心思看 那就無謂了 據我所知 這本書 除了故事我們講了很多之外 它在日本其實都很吸引 因為作為第一套 正式成大登錄 日本的作品 就能夠被電影化 那這個真的幾震撼 而且那套電影的水準也相當之高 因為我看過 甚至乎日本一些老牌的 動畫電影 是的 動畫電影 即是老牌的作品來講 那個投放的資源 出來的畫工技巧 簡直是上級水準 所以就算未有時間 說看完十七期和外傳的朋友 都可以留意一下這套電影 因為其實都是抽了漫畫個別章節出來的 它是否第一本 算是在日本的韓國漫畫改編 第一本連載這樣出 因為以前也有出過 代理一些完了的漫畫 韓國的漫畫 衝天航路 衝天航路那兩個人 都好像是韓國人 好像是 黃銀泰他們都是韓國人 那時候是出了一段時間才買來 不是一開始就以連載形式 登陸日本 所以可能大家這樣分類不同 OK 不過M群剛才有很多人在討論 究竟什麼東西為止某一個地方的漫畫 我們先讓他們討論一下 我們稍後回來再和大家討論這本新暗行與史 稍後再見